每月到月尾真的很難捱 到底怎樣才能擺脫月光軸呢? 我找了幾個儲錢的方法介紹給大家 首先第一個就是365儲錢法 每一天要比之前儲多1元 第一天儲1元 第二天儲2元 如此類推 去到第365天就儲365元 一年下來足足可以儲6萬多元 這個方法的特色就是先甜後苦 讓你慢慢習慣 一開始確實很輕鬆 但到最後就會比較辛苦 所以就有人發明了一個改良版 將365天的儲錢金額逐一列出來 然後每天按照自己的情況選擇一個適合的金額 那就不用把壓力都集中在年尾了 透明甲理財法就是出糧之後 先制定好每一天的預算 然後將每天的預算分別放在透明甲裡面 每一個月的經常式開支 例如租金電話費就可以另外擺開 每天出門口之前就將那天的預算放入銀包 晚上再把銀包裡面剩下的現金和收據 放回去透明甲裡面 這個方法可以代替記帳 以及幫你控制開支 散銀財法就會追無通 而且自由度最高 每次付錢的時候只用紙幣 每一天就會收回很多散銀回來 晚上回家就將那些散銀全部儲起來 少數怕長計 儲一下儲一下都會儲得不錢 到底這些方法是否真的合作呢? 等我實猜一下 下次再告訴你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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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